一名附姓男子骑乘机车闯红灯 跟背心女骑士发生了碰撞 机车零件碎裂一地 两名骑士当场倒地 附姓骑士左腿骨折 痛苦的哀嚎 背心女骑士则是头部受创昏迷 经过送医紧急开刀 还在加护病房观察 昏迷指数期 背心女子骑着机车 正要通过金国路和新东接口时 她的右前方突然冲出一辆机车闯红灯 起始而来 背心女子刹车不起迎面撞上 由于撞击力道太过猛烈 两名骑士都重摔倒地 动弹不得 机车零件碎裂机油外泄 正就有山城救难协会成员经过 上前协助交管 避免二次冲撞 闯红灯的复兮男子 左腿骨折痛得哇哇大叫 救护人员赶紧先为她 检疫包扎之后 把人送到医院急救 而被撞的背心女子 比她更严重 头部受到重创 不省人事 经过开刀治疗 昏迷指数7 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当中 警方勘察事故现场 确定是父亲男子 行进入口的时候 没有遵守红绿灯号制 其他用路人都守规矩 倾等红灯 只有他闯灯酿货 因此呼吁用路人 千万别贪快违规 以免害人害己 九张新杰苗栗报道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 小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